我不想知道 那你想知道妈妈心里在想什么 我也不知道 那你也不想了吧 对 那你知道你在想什么吗 我要学习 大人有大人的小秘密 我也有我的小秘密 爸爸妈想知道我的秘密 我愿意给他们交换 那这几天是你当班长还是我当班长 我当班长 那知道班长都要做什么吗 都要好好照顾弟弟 要照顾弟弟 我还以为你说要好好照顾爸爸 班长只能好好照顾弟弟 不能好好照顾哥哥是吗 对 为什么呀 如果我就是哥哥 大哥就要照顾弟弟 那你想给可乐弟弟准备什么 你想给他挑个什么礼物呢 奥特曼 奥特曼 行吧 那你回头好好看一下菜谱 然后看看买些什么 然后我们去采购一下 好 那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你不要这么涂好不好 我是要跟你积个奖 你 你看爸爸 是吧 我是要跟你积个奖 给米饭 然后你还伸手跟我去 就来握手 这这现在是习惯性的 就要伸出来什么 这才是年轻人好吗 我们心太年轻就可以了 嗯 巴西要做一个欢迎板抱 我们欢迎可乐家里面 我要画个小房子 可以 好 画那个屋顶 是很香 耶 还真像个房子 那是门窗是吧 我要画个小太阳 哇 我要画个云 画个大树好不好 好 这棵大树长得好肥啊 哦 哈哈哈 画个草皮 真好看 一个苹果树 爸爸帮你这么里画一下 我在这里画一片大草地 那你连接到我这里 嗯 好的 爸爸来试一试啊 你别乱画 这样我还得插了 我这怎么乱画 我说一条直线 我们俩的画不是一个风格 你是抽象艺术是吧 然后那它总归得长点草啊 这不像草 那这不像草 这像什么 这什么都不像 这像个尺球画一样 插了 下去 你不能有人超越它 哈哈哈 好 那我在这下面画 我画个大树好不好 嗯 嗯 你画的这个有点像江南哎 那好像蒸的小公园里的树一样 那爸爸画得漂亮啊 漂亮 漂亮 那你觉得是你画的漂亮还是爸爸画的漂亮 我画的漂亮 因为我这有个小树洞 那个是鸟窝 它里面放个鸟篮子 嗯 嗯 这长了红色的果子 放心 哎 你这就倒霉了 啊 为什么倒霉啊 你这样子好多果子会倒霉的 什么叫倒霉啊 我搞不懂 倒霉就是画乱果子 我这样才像果子 你弄没有那个叶子啊 总会要给你挑点毛病 嗯 有叶子啊 我说果子上没有那个钩啊 啊 钩 这个是个老鼠吗 哈哈哈哈 这有点像个老鼠这样 嗯 哪壶不该踢哪壶啊 我画的这个才漂亮呢 哈哈哈 走吧 我们可以出门了 我们去买一束花 你好 欢迎光临 你好 这么多好看的花花呀 你给段琼阿姨选花好不好 嗯 好 我觉得这个 康乃兴啊 康乃兴送长辈 那康乃兴送给阿姨的 你想选哪几个颜色 这个这个那个 哇 这个呢 鱼金箱应该会好搭一点 这个颜色代表了热情 对吧 那我们来彩排一下 待会你送给阿姨 你要说什么话呀 我们到了这彩排 对 你就在这里 你这样 拿低一点拿到这里 对这样 你说段琼阿姨 欢迎来到我的家 段琼阿姨 欢迎来到我的家书中 嗯好 那待会见到段琼阿姨 就这么说啊 好不好 那我阿姨又忘了呢 好 你怎么会忘呢 我觉得你会记得呀 走 走吧 好 好了 拜拜 好 再见啊 好 出发 好 巴西我们去 我们去接 武艺叔叔 段琼阿姨 还有小可乐 你开心吗 开心 嗯 我刚才跟你讲的 你见到段琼阿姨 把花送给她 然后你要说什么呀 我忘了 忘了 对 说段琼阿姨 欢迎来到我的家书中 记住了吗 那万一我又忘了 你让我说 我说呀 那你就说简单 简短一点 范琼阿姨 欢迎来到我们家 那下一句呢 那下一句 我们路上累不累呀 你可以关心一下他们 好啊 斗死我了 糟了 好 那你下来吧 嗯 我应该抱着你 抱着你妈妈 她太冷了 哎呀 我热了 我热了 嗯 嗯 估计也是有点冷 这样不冷了吧 快出来喽 马上就可以看到可乐了 我的屁股好痛啊 怎么了 你搁的 你用汽车搁了她的屁股 还没来啊 你很着急是吧 对啊 着急见到阿姨叔叔 还有哦 我这花送给他啊 你着急想把这花送给他啊 嗯 那你要眼睛大一点看啊 嗯 还没来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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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好着急 你带我去里面看看吧 我进不去啊 因为我没有票呀 嗯 我们好着急啊 你怎么这么着急呢 着急想上岗 当大哥 我来看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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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看这个